中美贸易谈判进入最后阶段 一直逼迫北京让步的华府 现在也传出态度放软 可能会再要求中国停止补贴国内产业这一部分做出让步 香港01引述路透社报道 为了争取在下个月达成协议 美方改将焦点放在其他更容易达成要求的领域 包括要求中方结束强制技术转让 改善知识产权保护 以及扩大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等 事实上中方在这一些问题上也已经有所让步 据了解美方谈判人员日前要求中方取消对产业的补贴 作为达成贸易协议的条件 但却遭到中方的极力抗拒 报导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指出 这个部分并不会完全不提 但也不会太详细或具体的讨论 毕竟达成一项会让习近平看起来软弱的协议 对他来说并不值得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最终达成的协议一定会比过去的东西来得要好 另一方面工商日报报导 美国财长姆努钦日前表示 中美两方谈判已经接近尾声 4月15号这个礼拜 他将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进行通话 来商讨协议的最终细节 双方官员也会讨论是否需要再次的面对面会谈 来达成最后的协议 姆努钦13号出席国际货币基金 以及世界贸易春季会议受访时表示 目前正在磋商的协议文本共有7张 页数达到150页之多 内容非常的详尽 超越了以往华府要求中方开放市场的程度 并包括了美方最重视的双向执行机制 至于何时可以达成协议 姆努钦则不愿意设立最终的期限 他仅淡淡地表示 相较于定出一个确切的日期 达成正确的协议内容更加重要 新闻时事报记者刘欣整理报道 全球通讯大战逐渐加温 北京政府开始出招打击对手 日前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突击检查爱立信北京办公室 原因是据说有多家手机商向中国检举 投诉爱立信在3G和4G的标准 必要专利许可市场有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 综合中央社财经新报香港01等媒体报道 中国近期对瑞典电信设备制造商爱立信 启动调查 这是继美国晶片大厂高通之后 中国在智慧财产权许可市场领域 发起的第二次反垄断调查 而爱立信14日已经证实了这项消息 并且表示将全力配合调查进行期间 不会再做进一步评论 根据了解中国每年生产约19亿只手机 越占全球总量的90% 但因为行动通讯产业起步较晚 大部分2G 3G 4G标准必要专利 集中在高通爱立信诺基亚等外企手中 也就是说中国手机商在使用相关专利标准时 必须要向这些欧美大厂进行许可申请并且缴交专利费 而这次就是因为某些厂商检举爱立信 认为他们在3G及4G的行动通讯专利标准上 有违反反垄断法的嫌疑 事实上通信世界全媒体总编辑刘启成指出 爱立信手中握有大量的通讯专利 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通信企业5G标准必要专利 声明量最新排名显示 截至去年底爱立信的5G标准必要专利 为1444件占公开声明专利的12% 随着中国手机厂商规模持续扩大 他们每年交给爱立信的专利费 也在增加对自身造成了很大压力 运营商财经网总编辑抗招指出 中国手机商投诉爱立信 不光处于自身的经济压力 也是为即将到来的5G手机做准备 因为明年5G就要正式商用了 中国不能不解决专利费的问题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中国新闻 我是徐伟玲 一起先来关心新闻提要 中日关系完全回温了吗 日本外长说 中日有机会可以共同主导世界经济大局 中国打造南海第一口深海油气井 菲律宾要求北京要克制 不要破坏两国关系 另外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赴美访问 不过他的20字真言惹怒中国了吗 来关心 优途家世被指热中诉讼 高峰期每天有32宗侵权官司的宣判 马上一起来关心 新闻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关心 日本与中国代表 昨天在北京举行部长级高阶经济对话 讨论贸易投资 以及加强保护智慧财产权等等经济合作议题 日本外向河野太郎会后就表示 中日关系已经完全恢复 两国还有机会主导经济大局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则是在会上表示 希望日本可以在一带一路的架构之下 共同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 综合媒体指出 中美开启贸易战以来 中方就积极在国际当中争取盟友的支持 与日本的关系也加速回温 美联社报导指出 日本外向河野太郎等等六名阁员 从13日抵达北京 展开一连三日的访问行程 昨天展开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 更是这次访问的重头戏 河野在会后表示 两国关系已经完全恢复 面对世界情势不确定的情况之下 两国有机会主导经济大局 也考虑泰国等等第三国来推动共同计划 河野也向中方呼吁 应该加强保护知识产权 让在中国经商的日本企业技术 都能够得到保护 河野表示中国的经济总量 已经是全球第二大 应该要在公平贸易 以及投资环境上 做出更高的要求 此外日方也要求中方解除 因核电站事故 而对日本食品采取的限制进口措施 中国外长王毅则是在会上表示 中日经济合作的广度与深度 不断扩大 由于考虑到美国政府施加的贸易压力 中方希望日本能够支持 多边贸易体系 以及建立开放的全球经济体 王毅还提及 希望日本能够在一带一路的架构之下 共同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 另外中国电讯设备 制造商华为产品的安全性 也是议题之一 王毅在会上积极呼吁 中日应该在5G通讯上 有更多的合作 这是2010年来 首次在北京举行的日中高阶对话 两个月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将赴日本大阪 出席20国峰会 另外中国国营公司中海油 近日在南海打造出第一口深海油气井 计划开始液化天然气的开采 向粤港澳大湾区提供能源 菲律宾要求中国克制 不要做出扰乱两国关系的举动 综合媒体指出 上周五美国与菲律宾在南海海域进行联合军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对此表示 希望不属于南中国海周边的国家 避免在平静的南中国海挑起事端 本月早些时候 菲律宾总统杜特蒂 罕见的对北京发出了责难 他要求北京回避菲律宾占有的提土岛 菲律宾政府已经针对200多艘中国渔船 聚集在此岛屿附近海域 向中国发出了抗议 杜特蒂总统发言人还提醒中国 菲律宾在2016年海涯国际仲裁法庭 裁定北京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 没有法律基础 要求中国克制 而中国国营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 近日在南海打造出第一口深海油气井 这口深水井是由中国首作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 海洋石油981勘钻而成 根据中海油网站指出 这口深水井位于南海东部海域 是一口大斜度定向井 井深4660公尺 垂直深度2529公尺 南海开采的液化天然气 将向粤港澳大湾区的七千万人口提供能源供给 香港南华早报昨天援引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 韩小平的话指出 这口深水井是中国的重要技术突破 中国正在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只是中国的这台深水钻井平台 最早在与越南有争端的水域执行钻探 2014年曾经引起两国之间的强烈争执 此后呢 这台钻井平台就以往南海的纵深地带执行钻探 好 接着来看看这位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 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闭门座谈 他喊出20字真言 也就是台湾呢 国防靠美国 科技靠日本 市场则是靠中国 努力靠自己等等的口号 不但惹怒中国网友 中国媒体央网网也专门批评 表示中国并不会养台独 还警告可能会祭出家法来伺候 综合媒体指出 韩国瑜喊出台湾国防靠美国 科技靠日本 市场靠中国 努力靠自己等等的口号 被转载到中国新闻网站观察者网 引发中国网友不满 留言炮轰 认为韩国瑜是阴阳双面人物 骗钱的货色 尤其一句国防靠美国 更是牵动中美两国的神经 遭批韩国瑜是想要赚中国的钱 去买美国的武器 根本就是个台独分子 中国媒体央广网也撰文批评 表示中国不会养台独 还警告可能会祭出家法伺候 中华大学讲座教授杜子诚就表示 韩国瑜的防美行程 仅仅两天就得罪了三大批人 其中得罪最深的中国网友 是最大的麻烦 中国最大的商业相片平台 视觉中国的黑洞版权事件 爆出不为大众所了解的 版权交易市场中灰色产业 近日另外一家图片公司 优图佳士 也被指出是热衷于控告用户侵权 最高峰的时候每一天平均有高达32件的诉讼官司 综合媒体指出 北京青年报记者在气查查上 查询到优图佳士 9,140条有关法律诉讼的内容 其中裁判文书5000多条 开庭公告2,970条 立案信息1,128条 在裁判文书当中 优图佳士公司为原告的文书占了96.22% 开庭公告显示 尚未审理诉讼的开庭时间排到了今年6月 而这些公司机构大部分被优图佳士控告侵权 优图佳士在过去5年当中发起了近万场诉讼 目前诉讼最为密集的2018年 比视觉中国还多达了100多场的官司 全年裁判文书量达到了3541件 平均每天10件 而当年最后两个月 优图佳士就有1933起诉讼宣判 平均每天将近有32场 在多份裁判文书当中 北京轻报的记者注意到 优图佳士要求单张照片的赔偿金额为6000元到1万元 这些官司大部分都被优图佳士打赢 或者是达成庭外调解 事实上很多优图佳士的被告们 在收到法院传票的时候 才知道自己原来已经侵权了 一起来快速掌握中国简报 今年是中国六四事件30周年 香港明报引述香港大学新闻 以及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 附警华的追踪调查指出 中国当局每天都在审查 以及删除有关六四的讯息 近7年间有1056条 与六四事件有关的微博贴文或照片被删除 包括蜡烛或者是火柴图像 相片短故事 甚至是香港相关的周边纪念图文也被删除 即使有些图文都是以很隐晦的方式来表达 还是难逃被审查 根据日经新闻报导指出 中国最大LED晶片制造商三安光电 被美国政府列入做生意的时候 需要更加谨慎的未经核实名单 因此全球最大晶片以及显示器设备制造商 美国应用材料AM 下令员工提指向三安光电来供货 以及提供服务 外界认为这对于想要借中气 以及研究机构实现全球科技霸权的中国而言 美国政府的新行动让中国野心再受重创 香港01指出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 去年7月发文要求恢复中国国家主席任期 以及平反六四 遭到清华大学撤职以及停课处分 不过他获得多方声援 早前清华校友发起公开信 要求校方恢复许章润的工作 著名美国汉学家李安勇等等 七位国际知名学者 日前也发起至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的联署公开信 目前至少有120位国际学者 参加签名 公开信指出 清华大学作为世界排名极高的大学 在校方惩罚许章润教授一事 声势势必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要求恢复许章润的正常工作 中央社的报导指出 北京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 王志明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上致辞说 香港的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香港只有一国之责 没有两制之分 他又指出战中是以公益来包装非法运动 也是对香港法治的伤害 对于本地法庭上周裁决战中九子罪名成立 王志明说这是香港法治精神的重要一天 他接着又批评香港有极少数人 以及反华政客唱衰香港寻求国际干预 要正式于解决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制度方面 存在的缺失以及风险 华为要跟苹果合作了吗 华为创办人任正非日前接受美国财经媒体CNBC访问的时候表示 公司不排除出售5G芯片给苹果制造iPhone 打破引往华为只把芯片提供给自家手机使用的传统惯例 根据了解苹果之前采用高通芯片 后来敢用英特尔 但目前苹果与高通的官司打得难分难解 如果之后iPhone要推出支援5G的机型 外界认为苹果对华为的5G芯片可能会有兴趣 另外在四次访问当中 任正非也提到女儿孟晚舟的案子 她说孟晚舟成长的期间都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 这次被捕是一个锻炼的机会 对她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虽然中美贸易谈判看似顺利 但是两国在南美洲上的地缘政治角力似乎正在升级 根据德国之声中文网的报道指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号出访智利的时候表示 中国无条件提供文内瑞拉大约600亿美元的援助 是在帮助文内瑞拉毁灭 并且不断抨击中国以资金收买贪腐的国家领袖 借此与美国较劲 南华早报引述北京语言大学汉学系教授黄敬认为 南美洲将成为中美双方较劲的主战场 并且预期两国关系恐怕会陷入长时间的对立僵局 好 谢谢您收看中国新闻 如果你喜欢这一档节目的话 欢迎按赞分享 也欢迎订阅明镜电视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稍早的消息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谈判最后一轮 中美贸易关系获限重大改变 请看报道 美国财长姆努钦指中美贸易谈判接近尾声 协议范围涵盖广泛并有双向执行机制 将为两国40年来的贸易关系带来重大改变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姆努钦13日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及世界银行在华盛顿举行的春季会议 他指本周将联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中国副总理刘鹤 就中美贸易磋商举行两次事项会议 谈判有望接近最后一轮 双方正研究是否需要再面对面会谈以达成贸易协议 姆努钦透露协议有七个章节 将会是一个非常详细的协议 涵盖一些以往没有触及的议题 有别于一般的双边贸易协议令 超越过往中国向美国企业开放的市场成果 中美都作出承诺会设立监管部门 预期有双向的执行机制 即使假如美国没有履行协议 就面临惩罚而中国也一样 华尔街日报报道 新贸易协议包括压制汇率操纵 若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会面临惩罚 而出席会议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宇璐 在会上不点名批评一些国家的保护主义 损害各国互信 认为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只会加剧国内失衡 对有关国家以至全球经济增长 都会带来负面影响 陈宇璐促请组织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 因处理双边贸易不平衡 关税只能扮演有限度角色 而中国将继续实施谨慎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会上指出 美中两国的贸易总货值达5000亿美元 两国贸易纠纷互征关税 令全球经济增长面临减少0.8%的风险 加上负债处于高水平 金融系统脆弱 风险会更加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声明呼吁各国央行制定货币政策时要有弹性 促进经济增长时也要顾及债务的可持续性 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若然两大经济体能化解分歧目前放缓的全球经济 有望今年下半年可以反弹 中国不惜亏血本削减造价 与马来西亚重启一带一路项目 请看报道 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上任后 一度叫停的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东海岸铁路计划 因中方答应减少1%造价计划重新启动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马两国代表12日在北京签署补充协议 马来西亚首相办公室表示 首两阶段造价会减少1% 由原来的160亿美元减至107亿美元 有助舒缓马来西亚的财政负担 声明说新协议将使马来西亚受益 并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更多细节将在下星期一公布 马来西亚前财政部长马哈蒂尔总理特使达因 12日向媒体透露 根据新的协议 东海岸铁路项目总长度比先前的计划减少了40公里 降至648公里 每公里造价也显著降低 马来西亚政府指下周一15日会举行记者会 预计首相马哈蒂尔会解释有关的协议 他也将应邀在本月24至28日访问中国 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中国外交部指中方乐见通过协商 就有关项目达成最终解决方案 把事办好扩大互利共赢 2017年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布与中国签订计划 刺激东岸经济 并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接轨 但马哈蒂尔去年再度上台后 以成本过高为由通知中方暂停计划 东铁是中国一带一路在马来西亚的核心项目 计划连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和该国东海岸经济特区 去年8月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叫停了纳吉布前政府与中国签署的东铁项目协议 并与中方就合同条款重新谈判 马哈蒂尔认为该项目合同金额被夸大 可能存在贪腐行为 马来西亚前任总理纳吉布因涉嫌伊玛基金贪腐案 去年7月已被马哈蒂尔政府起诉 对于马来西亚出于什么考虑重推东铁项目 美国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分析说 马来西亚以及东南亚的许多欠发达国家急需基础设施建设 自然对来自中国日本等国的项目资金感兴趣 我认为推动重新谈判达成新合约的因素是 东铁项目已经投入的资金和完成的基建 该项目最初上马的原因 还有马哈蒂尔在选举期间以及当选后表达的关切 马来西亚为此付出了太多 马来西亚能够要求更好的条件 这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 不是一个中国或其他国家提供什么就全盘接受的国家 他们可以坐下来跟中国谈更好的协议 看起来他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 马来西亚的重要地缘政治地位令中国不惜血本 也要推动东海岸铁路项目的重启 首先一带一路的海上通路就是马六甲海峡 如果马来西亚都不加入 中国一带一路的海上丝绸之路在门口就遇到阻碍 另外马来西亚在穆斯林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当中国面对新疆各种问题 引发穆斯林国家对他的批评的时候 他一定要把一些穆斯林国家哄住 马来西亚就成了关键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东南亚项目高级研究员 约书雅科兰茨克分析说中国削减东铁项目造价 想向外界展现自己愿意倾听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的关切 激动灵活的形象 不过除了项目造价 东铁项目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引发公众担忧 其他的一切关切是关于合同的不透明 如何签署合同 如何建造 谁来建造这些工程 还有其他一些担忧与前任纳吉部政府的贪污有关 服务社黑犯罪集团80后女律师被起诉引起哗然 请看报道 北京大城律师事务所女律师林小青 近日因涉嫌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 遭到青海西宁市检察院起诉 原因是她为一家设放套路带的公司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本案已引发中国律师界震惊与哗然 套路带是指以低利息为全套 实则为抵押房产的高利贷 是违法的诈裁行为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 11日通报 4月9日至10日 由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 以卫姓送信为首的17名被告人恶势力犯罪集团 设套路带犯罪一案 在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检方指控自2017年5月以来 卫姓送信等被告成立青海和创惠中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非法从事汽车抵押贷款业务 采用欺骗、恐吓、威胁、滋扰、纠缠、诉讼等手段 多次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 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 放贷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 涉及被害人463人 非法所得人民币700亿万元 严重扰乱了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中国媒体报道 36岁的林小青在本案被列为第7被告人 其身份为北京大城西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青海合创惠中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她被控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 在两天的庭审中 16名被告认罪 据透露只有林小青在法庭上拒绝认罪 其律师也为她做无罪辩护 辩护书指出任何人都有委托律师权利 即使可能犯罪的人 据报道 2017年7月 林小青被核创惠公司聘请为法律顾问 检方指控她作为该公司的法律顾问 透过向法院提起诉讼方式 对被害人实施敲诈勒索 检方还指控 林小青曾三次保释 因追债而核人斗殴的公司人员 她应该认识到高额所要利息等是违法行为 也明知公司在催收中会有打架斗殴的违法行为 林小青的法律顾问的名牌摆放在青海核创公司催收部 对员工和客户心理产生作用 间接帮助黑恶势力 起诉说还认为林小青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隐瞒真相 多次骗取他人财物 且数额特别巨大 通过诉讼勒索被害人罗某 数额较大 应当以诈骗罪 敲诈勒索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案经过媒体披露后 在律师界引发震惊与哗然 律师们质问 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 怎能被定性为同伙犯罪 如果提起诉讼 被认为是敲诈勒索的手段 律师未来要如何职业 律师王才亮在微博撰文痛批 律师因为履行职责 竟被抓捕 起诉到法院开庭 这是一种悲哀 无论结果如何 中国的律师制度遭到践踏和侮辱 报道指出 本案发生后 大城律师事务所派专人前往当地 委派辩护人为林小青做了无罪辩护 辩护意见书强调 林小青是被指派到合窗会公司提供服务 没有参与组织化系统化的犯罪行为 仅针对个别债务纠纷的证据进行起诉 而且林小青曾劝阻公司的一些不合法行为 尽到了律师的责任 大城律师事务所在开庭前 还紧急向全国律师协会求援 全国律协高度重视 委派全国人大代表 甘肃省律师协会会长 尚伦生旁听了案件审理过程 尚伦生旁听后认为 林小青的行为并未触及刑法 最多是职业行为中的不谨慎 可能连违法的程度都达不到 报道引述林小青说 因为案件还在审理阶段 关于案件的具体内容 目前还不太方便过多的介绍 不过我此时此刻仍然相信法律的公平公正 期待法院的公正判决 目前该案尚未宣判 中国拒绝洋垃圾 欧美毒垃圾哪去了 请看报道 多年来许多国家将塑料及纸类垃圾出口至中国 如今中国停止进口洋垃圾 引发全球垃圾危机 如今西方国家的塑料垃圾都去到哪了呢 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一阵风将有毒废气吹至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一处住宅区 47岁的彭雷生活在吉隆坡的人家龙镇 他抱怨特别是在晚上回收工厂的机器 开始运转融化塑料时不仅臭气冲天 烟雾让肺部都隐隐作痛 最糟糕的是没有人能躲过这些有毒烟雾 距离他的房子一公里处经常有数百吨塑料垃圾被非法燃烧 彭雷的三名子女都罹患气喘 他的丈夫因为肺癌住院 一年半以来越来越多的塑料垃圾被送到人家龙镇回收熔断 这个村庄在全球垃圾危机当中首当其冲 2017年7月18日 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与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上宣布 减少进口塑料和纸类垃圾 过去中国每年进口全球的56%的塑料垃圾 以及美国六成和欧洲七成的纸类垃圾 用以回收加工 这一切突然被叫停 中方的理由是为了改善环境并保护人民健康 这项决定让全球的回收系统陷入停滞 并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 开始为其垃圾寻找新的接收者 及垃圾掩埋场 国际性回收行业组织 国际重复利用工业局局长布鲁内表示 全球回收工业受到巨大的冲击 这项惊人的改变所引发的直接后果是供需模式转变 2018年综合纸类垃圾价格 从每吨75美元大跌至仅仅数美元 中美的垃圾贸易萎缩了38% 减少35亿美元 企业为数百吨的垃圾找到了来自东南亚的接收者 地点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尼和印度 许多上述国家的相关进口法规松散 几乎也不进行管控 面对数百万吨塑料及纸类垃圾 不少工业国家的回收空间已经饱和 特别是塑料无法被完全回收 因此只能将垃圾往外送 根据世界银行发表的一份报告 富裕国家向低工资国家所出口的垃圾中 只有10%真正被回收加工 90%的垃圾被烧毁或抛弃在非法垃圾掩埋厂 造成环境污染 当地回收业者的垃圾处理业务蒸蒸日上的同时 也制造了传染病病源 引发当地居民肺部疾病或动植物死亡 有鉴于此 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 不愿再接收外国垃圾 这些国家在过去数月里 针对垃圾进口实施限制 印尼停止输入来自西方国家的特定塑料垃圾 印尼驻欧洲的领馆人员在布鲁塞尔 对德国之声表示 此举是为了减少垃圾造成环境损害 或破坏生态系统的可能性 因为回收比例低 而且垃圾问题已经成为印尼面临的挑战 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马来西亚活动人士 恒凯春表示 尽管出台了进口限制 还是有成堆的集装箱 运载着混合塑料垃圾到达这些国家 美国废料回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皮卡德指出 美国已经能感受到亚洲对美国市场的限制 如今被松亡美国垃圾埋场或缝化站的塑料 肯定比一年前更多 但他认为现在正是时候 投资更多本土回收设施以及相关技术 我们必须明白这也是一种能赚钱的资源 这就是变革的关键所在 包括地方层面 皮卡德指出 欧洲目前出口的塑料垃圾也有所减少 欧盟28个成员国目前正针对挪威的一项提议进行讨论 考虑修改巴塞尔公约提高难以回收加工的混合塑料的出口难度 一名欧洲理事会的消息人士对德国之声透露 虽然各方对挪威的提议表示欢迎 但还是必须考量现实面 我们担心对塑料垃圾的出口禁令会对部分成员国及其环境带来不利后果 并非所有欧盟国家都有足够能力回收特定塑料制品 该名消息人员表示 欧洲人必须自行解决这个问题 经历了多年的经济增长及消费数字上涨 14亿中国人所制造的垃圾 已经使当地塑料垃圾回收厂相当忙碌 国际重复利用工业局的布鲁内表示 中国正在建立自己的回收系统进行垃圾分类 以及回收利用当地垃圾 中国不再需要我们的垃圾 中国也将难以加工再利用的垃圾出口至其他国家 长期以来 向马来西亚输出塑料垃圾的前10名单中 香港一直位列第一 与此同时出口至中国的垃圾将继续减少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 至2019年底前将进一步禁止 8类垃圾进口 或将数量减至最低 其中包括电器、船只、汽车废铁和募废材 不过中国仍愿意进口国外回收处理过的塑料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中国禁止洋垃圾后 前往东南亚国家设厂 并向中国进口回收塑料 生活在吉隆坡的 人家龙镇的彭磊表示 我和邻居数过 小镇周围有40家回收厂 自2017年秋季 回收厂如同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许多回收厂是由中国公司经营 曾经笼罩中国城市的有毒废弃 如今转移阵地来到马来西亚的人家龙镇 中国经济学家只怼马云 996是洗脑文化 请看报道 近日针对外界热议的996话题 经济学家林采怡通过其公众号发表了观点 他认为马云对996工作制的解释存在三大谬论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林采怡 在自己的微信号林采怡0818撰文表示 马云对996工作制的解释存在三大谬论 第一个谬论 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 都希望美好生活 都希望被尊重 林采怡说 希望美好生活 希望被尊重是每个人的愿望 也是每个人的权利 但是马云所说的成功是少数人的事情 毕竟这个世界是由他眼里不成功的云云众生构成的 有钱有名或者名利双收的是极少数 把成功定义成人生目标 会误导你无止境的付出 最后大部分人没有得到期待的回报 第二个谬论 只有你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有回报 你不付代价 你是不可能有回报的 林采怡反驳 生活中大概率的情况是 你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但并没有得到想要的回报 并不是所有的耕耘都有收获 大多数人对小概率的成功抱着过于美好的期待 而对于这种大概率的风险没有充分的预期 当然鼓励员工愿意冒巨大的风险去获取小概率成功 比较符合老板的利益 第三个谬论 在阿里待十年接受996就是成长 林采怡认为阿里的成功学只能代表某一种价值观 接受这种价值观并不代表成长 不接受这种价值观也不代表堕落 社会的开放和文明在于接纳各种不同的价值观 你可以选择拼命奋斗 为了成功 为了出人头地 我也可以选择随遇而安过平淡的生活做普通人 只要我的生活方式不伤害其他人 我的选择就应该得到尊重 很多人说这是一个缺乏信仰的时代 可我认为比没有信仰更可怕的是没有理性 一些企业借助所谓的企业文化去统一员工的思想 以使命感成功团队精神等各种名义来剥夺个人的合法权利 本质上是违背现代商业的契约精神的 一般而言 员工和企业的雇佣合同里承诺付出的是自己的劳动 而不是精神和思想上的自由 企业对员工的约束权利仅在于劳动纪律和业绩考核 没有权利去给员工洗脑 要求员工接受老板的价值观 每一个员工都有资格对老板说 我在劳动合同里许诺出卖的只是我的劳动 不是思想的自由和选择价值观的自由 站在财富高地上或者权利的高地上 并不意味着你就站在道德的高地上 有资格叫化他人 所谓996就是早上9时上班 晚上9时下班 一周工作6天即72小时 从4月初开始 中国程序员发起了一个抵制996工作制的项目 希望能够维护劳动者权益 甚至有一家996ICU的网站就在控诉加班违法给员工造成的创伤 从字面上解释就是工作996最后会住进ICU重症监护病房 首先站出来对员工表示不满的 是搜狗的CEO王小川 王小川说跑出来嚼舌头算啥 有种就赶快滚 接着阿里巴巴马云4月12日在内部交流会上讲话全文流出 他说996是我们每个人修来的福报 选择阿里这样中国今天排名第一的公司是要付出代价的 同日京东总裁刘强东则在朋友圈发布文章讲述自己的创业史 称不会强制员工996 但是必须具备拼搏奋斗的精神 给996站台 与老板们的态度相反 在各类社区反对996的人员仍在增加 据财新网消息截至4月12日总计共有21.26万人支持Github中996ICU这个栏目 过去一周新增3.56万人支持 犹太人在纽约开新中餐馆自诩食物干净被轰 请看报道 美国一名白人女子本周在纽约市新开了一家名为幸运礼Luckley的中餐馆 标榜这里提供干净食物 这家餐馆迅速在互联网上遭到指责 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幸运里的店主阿里尔哈斯佩尔是一名营养学家 是在纽约长大的犹太语美国人 纽约时报报道称 他在几周前在intergram上头发了一篇帖子 写道 他想要开一家食物不会太油腻或太咸 不会让人第二天觉得臃肿和恶心的中餐厅 幸运里的菜单中包括公报蘑菇 捞面以及烤左宗堂鸡等菜色 这里的菜品不含肤质 小麦精致糖 味精和添加剂 哈斯佩尔把这家餐馆描述为干净的中餐馆 因为这里会让那些喜欢吃中国菜的人感觉很好 餐厅开张后不久就成为了众师之地 亚裔美国人在社交媒体上指责了这家餐厅和哈斯佩尔 钢琴家沙朗苏在推特上提出质疑 我非常怀疑他是否熟悉多种多样的中国传统烹饪 很多中国烹饪理念都是低脂无糖和低盐的 突出食材本身 这家餐厅中餐但干净的主意太糟糕了 还有网友发推说他蔑视的食物是那种排斥与斗争的遗物 这是侮辱和剥削 哈斯佩尔表示他所指的干净饮食指的是吃有机食品 避免添加剂用橄榄油代替菜油 他在周四接受采访时说他的意图是好的 他说我们很抱歉 我们从未试图对华裔社区做些什么 我们是在用一种方式满足有特殊需求的人赞美一种极其重要的菜肴 这家餐厅的名字也引发有关文化挪用的争议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称 哈斯佩尔用丈夫的名字利命名 而利也是一位犹太义美国人 虽然利是哈斯佩尔丈夫的真名 但这个名字也可能给顾客一种印象 即这家餐厅是亚裔开的 这给了他一种批评者所说的虚假的真实感 目前幸运里餐馆已在intergram上面道歉 说你们的一些反应让我们清楚的看到 我们的理念与文化敏感性有关 我们向大家保证会一直倾听并做出回应 在解释名字由来和干净一词使用 以及他对其他餐馆的影响时 他说我们谈论我们的食物 我们不是在谈论其他餐馆 我们只是在谈论幸运里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我是穆子 谢谢您的收看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今年2月 深圳一名12岁女孩 背着书包准备入境香港 只不过一个国小学童 身边没有监护人陪同 再加上她的书包鼓鼓的 因其海关人员的注意 没想到检查后意外发现 这小妹妹竟然携带了142罐人血 原来跟忌血燕子的恶性事件有关 到底什么是忌血燕子呢 根据网络上的公开消息 这是一种非法辨别 胎儿性别的服务专案 在中国开放二胎政策之后 很多家庭在生第二个孩子时 都想要提前知道性别 由于中国禁止胎儿性别鉴定 所以就有黑重界瞄准商机 利用专门的器具将孕妇抽出的静脉鞋 转运至香港检验 白杜提到据说这种抽血测 胎儿性别的准确率高达98% 不过呢 由于人体血液可能带有传染病病原体 所以携带这种特殊物品 出入禁止需要提前办理手续 也就是说寄血燕子显然是违法行为 根据香港01引述深圳新闻网报导 近年来深圳海关查获了多起 四代血液样本过关的案件 甚至跨境血童也被利用成为走私工具 2月23日下午 罗湖海关官员发现一名12岁女孩 背着过于肿胀的书包 放入X光机内检查时 发现里面有大量淡黄色的管装物品 初步判断是装着人体血样的试管 经过清典后 这批试管总共有142只 管身贴有标签 著名被采集者的姓名 而且还有一张繁体字样的 母血歪染色体基因检测申请表格 内容包含姓名 身份证 出生年月 认成周术 怀孕胎术等具体信息 报导提到 这个小妹妹自称是受人委托 只要她把血样带到香港 就可以拿到代工费 而海关人员随即通知女孩的监护人 到场协助调查 并且依法对人体血样做节流处理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 事实上 记鞋燕子一直以来都有案例 例如去年8月 人民法院报报导 香港人李某 把超过300名中国孕妇的血液 送至香港医疗机构 进行胎儿性别鉴定谋利 她为此遭到浙江省平阳县法院 判处拘役两个月罚款5000元人民币 另外2月18日 深圳罗湖海关也从一名出镜男子的 携带物品中 截获28支人体血液样品 这是今年查缴的第一批人体血样 新京报报导 在QQ群上搜索 科学备孕或胎儿性别 可以找到很多群组 且多半都有提供 寄血燕子服务 价格位于3000至4000元 有三种抽血方式 一是孕妇本人亲自去香港抽血化验 二是安排孕妇到深圳的医院抽血 再由专人带到香港检验 第三则是孕妇在当地抽血后 邮寄血样到深圳的代收点 而且这些仲介还提供完善的服务 像是教孕妇如何采集样本 如何卫装血样等等 界面新闻撰文指出 寄血燕子背后是部分人的性别偏好 以及仲介香港诊所和化验所 捆绑在一起的利益 陈廷心心念念有个儿子 透过血液鉴定 终于放下内心的大石头 赴香港燕子的何诗颖 因为来自父母与公婆的压力 甚至想过花大钱 去国外做试管婴儿 报道也引述一名仲介 王洪靖的说法指出 他只收取2800元的费用 因为自己直接和诊所合作对接 只求薄利多销 寄血燕子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除了血样运输过程存在隐患之外 延伸的社会议题也值得思考 有人认为寄血燕子是 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祟 当前中国的人口结构 已经面临性别比失衡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8年末 各年龄段男女性别比资料显示 男性人口是71351万人 女性人口是68187万人 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出了3164万 要是越来越多的孕妇 透过鉴定胎人性别 再进行选择性流产 会对下一代过界干预 长期来说将会导致社会出身性别失调 进而引发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 专家指出 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 其中带来的婚姻挤压 拐卖妇女等问题令人担忧 因此必须要加紧遏制性别比失衡的趋势 以上是由罗千竹为您带来的明镜焦点 感谢您的收看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明镜焦点 今天焦点镜头 要来看印尼大选中的中国议题 全球第三大民主国家超过2.6亿 全球第四多人口 拥有全球最多穆斯林的印尼 4月17号将举行总统国会 以及地方议员五合一大选 现任总统佐科威 与四年前落败的苏哈托女婿 普拉波沃将再度对决 竞选印尼第八任总统大位 印尼今年首度中央与地方议员选举合办 候选人超过24万5000名 1亿9200多万印尼选民 将在当天选出总统国会议员 以及地方议员 自然高度炒热印尼选情 为了鼓励这场全球最大规模单日选举活动 印尼政府在全球130个国家设置投票所 海外投票已经提前开跑 台湾新加坡澳洲等地的印桥投票所 早已出现排队人潮 而其实这场选举被外界视为 中国经济势力扩张的最新战场 综合媒体指出为了寻求连任 总统佐科威已经开始实施 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建设 他欢迎中国投资 并且接受外国公司的贷款与合作 也因而这次大选主轴就是经济 出身平民家庭的佐科威 以清新肯做事的形象 在政坛脱颖而出 就任总统之后也大力铲除官僚主义 简化投资流程 积极推动中国投资 去年更是签下价值230亿美元的 一带一路合约 包括在普罗州新建两座水利发电厂 以及在巴厘岛新建电厂 佐科威强打自己在基础建设 以及放宽法规管制上的政绩 对未来经济成长抱持乐观 声称连任之后将会致力于 促使经济成果雨露均瞻 只不过中国企业先前参与苏拉威西岛工业区 以及连接雅加达与万龙的60亿美元高铁 等等合资计划 再在使民众担心涌入大量中国劳工 并且使印尼债台高竹 特别是印尼向来有排华历史 对中资充满疑虑 澳洲梅多大学东亚政治经济专家 魏加雅表示 中国资本与共产主义有关联 令人感到害怕 在印尼人的观念里 这层关联相当深根蒂固 左科威的竞选对手普拉波沃 抨击左科威与中国走太近 特别点名对于一带一路计划盲目拥抱 将危害国家利益 普拉波沃警告 亲中政策造成拥有丰富矿产的印尼 一点一滴出卖给外国利益团体 并且使得印尼背负大量不良债务 印尼处于崩溃边缘 经济走在错误跑道 只仰赖货进来却不是生产 只会饱受外国与精英阶层的掠夺 他也打出印尼优先口号 扬言上台之后重新检讨中资 建议印尼向其他国家学习 比方说美国为了防止外籍劳工涌入 而影响国内人民的就业机会 所以川普想要建立美墨边境围墙 同样澳洲也是 想进入的人则是被遣送到偏远的岛屿 以数据来看 印尼监管投资的政府机构表示 中国是印尼第三大国外直接投资的来源地 仅次于新加坡与日本 数据显示自从2014年以来 中国企业在印尼投资达到将近100亿美元 印尼希望从中国吸引600亿美元的投资 但经济学人智库的亚洲专家表示 不太可能达到这个数字 印尼工人联合会表示 数十万的低技能中国劳工 正在通过旅游签证进入印尼 不过在印尼的中国劳工 可能比官方签发的工作许可证数目要得多 只是很难知道到底有多少 虽然现有数据显示来自中国与其他地方的外籍劳工 只占印尼劳动力总数的一小部分 但这问题仍然急剧争议 甚至容易引发印尼民众不满情绪 而这种情绪也就很容易在选举期间爆发 左右候选人的支持度 选前最后民调显示 左科威以56.8%支持度 大幅领先普拉波沃的37% 但差距已经有缩小趋势 上次大选左科威民调也大赢 结果却只是险胜 有分析师指出 如果左科威再度质疑小幅差距胜出 雅加达势必会出现大型示威场面 明记焦点徐伟林整理报道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明镜人物 朝九晚九 每周工作六天的996工作常态 近来成为中国互联网职场的热门话题 在众多的发言当中 尤其以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 日前的一番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福气的言论 最受争议 不只引发996网民们群起抗议 更让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开进口评论 舆论压力全面袭来 马云也急忙在14号发文改口支持996 在最新的一则微博发文当中 马云表示日前他对996的评论 遭到很多网友的批评 被说露出了资本家的獠牙面目 是自毁形象 但他认为自己说的是真话 996的对错法律自有规定 但他认为这并非关键 关键是要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与奋斗方向 找到喜欢的事和工作 否则上班每分钟都是折磨 言下之意是在强调他之前所说的996 值得是这些埋头于自己热爱的事情 吃饭睡觉都在思考做事的996们 另外马云这次也将矛头由996个人转向企业 他说企业不要觉得付钱就可以让员工996 企业应该思考有没有帮助员工找到工作上的快乐与理想 如果只是强制员工996的企业无法长久运行下去 因为为了加班工资而996的人是很难持久的 痛批想借由让员工996而获利的公司是愚蠢 不可能成功的 文章的最后马云也撇清阿里人与996的关系 强调旗下员工的工作生活态度 一直都是快乐工作认真生活 对比三天前的发言 马云的态度无疑是180度的大转变 马云当时在内部交流活动上分享 认为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 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还没有机会 如果年轻的时候不996 什么时候可以996呢 他还要年轻人自己明白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因为这就是生活 员工选择了一个中国今天排名第一的公司 而第一是要付出代价的 马云的这番言论传出之后 受到大批网民的围剿 中央社整理报导 网民们痛批马云身为行业领导人 却说出这样的话 形同鼓励企业老板强迫员工996 他甚至还被质疑之所以支持996 是因为加班工资都到他口袋里去了 大批网民的怒气 也把人气一向高居不下的马云 给拉下了网络神坛 值得注意的是 马云的态度为何会出现这么大的转变呢 其实就在他发出澄清文的前一天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才以不能给反对996的员工贴混日子标签为题 发表评论文章 内容写道没有人不懂不劳而获的道理 但崇尚奋斗劳动不等于强制加班 延长工时是奋斗 提高效率也是奋斗 因此不能给反对996的员工贴上混日子不奋斗的道德标签 而应该正是他们的真正诉求 文章强调面对经济下行压力 很多企业都面临生存考验 企业的焦虑可以理解 把加班长短作为激励手段 或许是最简便疫情的方法 但缓解焦虑的方法不是让员工加班越多越好 内容点出这涉及到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 也就是怎么样才能最大限度的激励员工的积极性 而996引发的讨论是一个反思互联网企业文化和管理机制的契机 从人民日报的用词 沿用了马云所说的奋斗等 可以看出这篇文章 显然是针对马云和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等 对996的发言而来 文章发表后的隔天 马云立刻发微博文章 改口批评企业让员工996 网络上广泛的批评质疑声浪或许是原因之一 但中共官媒罕见介入恐怕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以上是由罗千竹为您带来的明镜人物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欢迎收看明镜人物 您赞同进行人类基因编辑实验吗 由于基因编辑涉及多层次伦理道德 因此一直存在争议 但有一位35岁的中国科学家贺建奎 去年基因编辑婴儿掀起全球哗然 如今贺建奎在美国的导师 斯坦福大学教授奎克也被卷入事件当中 根据中央社指出 纽约时报14日报道出 奎克与贺建奎讨论实验的邮件交流 虽然奎克坚称没有参与实验 但他知情不报已引起学界反思 贺建奎团队去年11月宣布 世界首例基因编辑的双胞胎女婴 在中国诞生 她们天生不会感染艾滋病 但这项实验受到强力谴责 贺建奎被以未追逐名利逃避监管 违背伦理道德并涉嫌犯罪 移交至公安机关处理 纽约时报看出的通信内容指出 基因编辑实验结果出入前几个月 贺建奎以电子邮件告知 曾任她的指导教授奎克说 好消息 接受实验的女子怀孕 基因组编辑成功了 奎克当时回信写道 哇 这是一个重大成就 希望她可以顺利把孩子生下来 多位美国科学家事前都知道贺建奎的实验 但却不曾提出有力警告 如今才被拖下水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生物伦理学家查罗就表示 很多人都希望知情者或质疑实验的科学家 当初若能强烈反对尝试阻止 要求实验者遵循伦理标准 可能就不会被认为有串通嫌疑 贺建奎任职的中国南方科技大学 致函斯坦福大学 声称奎克曾协助贺建奎实验 校方已着手调查 根据纽约时报取到的南科大信函 内容提到 奎克为贺建奎实验的准备与执行 论文发表 新闻宣传 消息公开后的应对之道等等提供指示 并表明奎克违反国际公认的学术伦理和行为准则 必须受到谴责 然而奎克接受纽约时访问时 否认了所有指控 坚称他跟这件事毫无关系 与贺建奎的互动是遭到误解 极力澄清自己没有参与其中 并强调总是以高道德标准要求自己 奎克是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学家 曾发明产前检测糖试症的验血技术 以避免器官移植排斥 2011年 贺建奎以博士后学生身份 在奎克的实验室工作 原本实验室并没有从事任何基因编辑 但奎克表示 贺建奎2016年造访斯坦福大学时透露说 他有创造全球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的打算 令奎克当时感到大吃一惊 奎克回忆表示 他当时说 这主意很糟糕 你为什么会想这么做 而贺建奎只是把他的话 左耳进右耳出 根本没踢进去 明显有些嗤之以鼻 奎克就说 好吧 你如果不相信我说的 这是一个坏点子 你仍想继续沿着这条路前进 那么就需要正确地做到 尊重实验涉及的人和领域 报导指出 奎克身为贺建奎的博士后导师 认为自己扮演指导后进的角色 他以聪明且企图心强形容贺建奎 但也提到贺建奎的个性 操之过急 他担心贺建奎会投机取巧 奎克说 2016年8月与贺建奎会面时 他劝贺建奎不要进行基因编辑婴儿实验 并向纽约时报出示过去几年 他与贺建奎的电邮往来 虽然内容显示 奎克没有实际参与实验 但也没有明确要求贺建奎踩刹车 还曾以助好运等礼貌用词鼓励贺建奎 在一篇邮件里还写到 贺建奎要求讨论何时公开研究结果等议题 奎克欣然同意 乔报网详细指出 纽约时报报导称 奎克认为贺建奎不会认真做基因编辑这种事 也认为如果贺建奎寻求道德批准遭到拒绝后 可能就会停止实验 但在不久后 贺建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信息给奎克说 我会接受你的建议 也就是在进入第一个基因遗传编辑的人类婴儿之前 我们将获得当地政府的道德批准 请保密 2017年6月 绰号为JK的贺建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了一份文件给奎克 表示医院伦理委员会已经批准了他的提议 并称自己的计划可以与诺贝尔奖得主进行比较 纽约时报报导说 奎克不确定贺建奎将会面对什么样的后果 除了奎克之外 贺建奎的博士学位导师迪姆 据称也积极参与基因编辑婴儿实验 遭德州莱斯大学调查 迪姆曾公开表示 部分的实验阶段他也在场 但他的委任律师以声明方式强烈否认外界指控 以上是孙玉山为您带来的民进人物 记者来回顾稍早前为您制作的贺建奎相关报导 英国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 今年三月过世 不过他对人类未来的预言 还是引起全球广泛讨论 霍金认为人类将会透过精英改造 让自己进化创造出超级人类 并且导致其他没有进化的人类被灭绝 听起来像科幻电影的情节 即将发生在生活之中了吗 根据中国传媒报导 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 26号宣布一对名为 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双胞胎诞生在中国 他们的基因经过编辑 让他们可以抵抗艾滋病毒 中国媒体人民网报导 这是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上的重大突破 但是消息传输之后 在社会和科学界引起一片哗然 许多人认为这项研究违反伦理道德 中国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也表示 已经针对伦理道德问题启动调查 还有一百多位科学家发表联合声明 强烈谴责基因编辑婴儿研究 同时认为这项技术不确定性太高 应该严格立法监管 南方科技大学也发表声明 表示贺建奎目前已经留职停薪 校方并不知道任何关于研究工作的细节 而在这场风暴中心的人物就是他 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 掌握高科技生物技术的他 出生在被称为国家级贫困县的 湖南楼里市新化县 2006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 2010年获得美国来自大学博士学位 根据新浪网报导 许多人对于贺建奎的印象 除了专家学者更像是个创业家 贺建奎2012年回到中国 在南方科技大学任教的时候 创立了汉海科技公司 2016年只有50多人的汉海基因公司 总共申请了50多项专利 6项全球专利技术 根据新浪香港的报导 贺建奎是7家公司的股东 6家公司的法定代言人 其中位于中国深圳市的 汉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贺建奎是大股东 持股比例超过四分之一 是公司的创办人 也是董事长 汉海科技公司 致力大幅降低基因检测服务 研发出第三代单分子测序仪 并且宣称 大约到2019年 只要花100美元 人们就可以检测自己的基因资讯 这项发明让贺建奎获得不小名气 接受访问时充满自信 是贺建奎在镜头前给人的强烈印象 研发出第三代单分子测序仪之后 贺建奎接受访问就表示 汉海基因研发的测序仪 准确度超越美国和英国 成本也比较低 将掀起基因检测界的大震动 2018年贺建奎宣称 天然免疫艾滋病毒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 再一次引起科学界震撼 贺建奎在影片中表示 这对婴儿双胞胎的基因编辑手术相当成功 也没有改变其他基因 证明基因编辑技术相当成熟 虽然他在影片中也强调 这种基因手术目前仍然是治疗性手术 不应该用在增加胚胎智商 或者是改变外表上 不过实验结果还是引起科学界争议 甚至引发欧美专家广大讨论 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干细胞研究专家 伊利克就表示 他认为这种研究没有必要 因为艾滋病患者已经可以透过药物控制病情 牛津大学伦理学教授瑟伍列斯库也指出 在健康的婴儿上进行基因改造 没有任何好处 不过美国哈佛医学院遗传学教授彻奇表示 艾滋病威胁逐渐扩大 贺建奎的研究是可以被接受的 基因编辑技术其实在科学界行之有年 科学家可以改造胚胎的基因 让胚胎发展成更加容易适应外界的个体 只是科学界一直担心 这种基因改造方法 如果运用在治疗疾病以外的用途 会加剧社会不公平 而根据中国媒体辛金爆网的报道 贺建奎团队媒体负责人表示 贺建奎将在28号公布研究资料 只是争议和质疑不断 贺建奎虽然认为 他给予一对夫妻一个健康的家庭 不过这位透过基因编辑创造话题的实业家 掀起的风暴势必不会简单落幕 贺建奎 贺建奎 贺建奎